录剧近年开始流行期,每集只有十几分钟,甚至是一、二分钟的短剧,这种短剧主打狗血,快节奏,每一部都是像墨雨云间,锦绣安宁那样会掉人胃口,让人上瘾的路线。 看《溺柱水》的长篇录剧的话,可以尝试看看短剧,从宅斗剧到宫斗剧,霸总甜宠剧,到狗血复仇剧,通通有。 以下推荐,2024下半年十部快节奏一锥入迷的短路剧,短剧版甄嬛传太欲罢不能,2024下半年快节奏一锥入迷的短剧一,杨泽,宗圆圆和薄纪。 事情古,人情味,情自多者,一对几少,我好笑。 和薄纪是最近评价不错的古装短剧,讲述岭州有一条名为宿水的河,相传宿水常常笼罩着不祥的阴霾,乡间更有炽人的传言。 事实上,穿过宿水便是极族的隐居之地,就在那样一个神秘的地方,一场飞连将军与极族领女跨越山海的爱恋发生了。 他们不仅隔着千年来五周大陆对极人的偏见与冤枉,也隔着一场以爱为名的幻养片局。 以短剧来说,和薄纪制作质感在水准之上,主角颜值高,画面唯美,制作上没有什么短板,胜过许多长篇古装剧呢。 剧情基调偏虐,但时不时会有甜蜜的部分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2,温莫言,深浩,还是很爱他。 还是很爱他是一部霸道总裁填宠短剧,讲述思氏集团总裁思情业与宁武毁因歹人的设计而产生误会,不欢而散。 之后以怀有身孕的宁武毁意外失去所有记忆,他生下孩子成为了单身妈妈。 七年后,两人重逢再一次相知相爱,解除误会。 还是很爱他找来步步深陷的演员温莫言和身浩二大。 剧情集合了女主诗意,霸道总裁,带球跑,霍靖重圆等情节。 剧情老套,但观众就爱这位啊。 剧中诗意女主带着两个萌娃,萌娃神助攻爸妈,挺甜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3,元昊,江之南,我本千金。 民国虐恋短剧《我本千金》,讲述邱家,千金邱若然,逃过灭门一劫。 后以秘书的身份,进入萧家报仇。 未了救出弟弟目染,他阴差阳错,跟萧黎身边隐藏着的老都军杨子顾雁廷,成为假夫妻。 两人联手,跟萧黎斗之斗勇。 我本千金女主角江之南,近年出现在甜宠剧,但我飞奔,向你和遇见你的那天,小有名气。 而我本千金剧情挺带胆的,如果是喜欢看霸道总裁强之爱的观众,可以一追,有不少扑倒,囚禁Pray的剧情,还有三人修罗场的剧情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4,留念,张亚琪,宫女扶摇录。 来人啊,快来人啊,快来人啊。 快来人啊,快来人啊,快来人啊,快来人啊。 宫女扶摇录号称是短剧版的演习攻略,主打狗血攻斗。 讲述京城第一副科圣守孟二娘,在为宫中丽贵妃娘娘接生之后,却撞见贵妃秘密,而被灭口。 她的女儿孟雪招为了替母亲深渊,在五年后入宫成为宫女。 这五年来,孟雪招与受害者家属们结成联盟,共同设计一步步揭露贵妃的罪行。 宫女扶摇录是一部竖评短剧,剧情融合了不少演习攻略。 如意传,甄嬛传的宫斗手段,完全不能深思,不过有抓住爽感,宫女一步步升级成皇后。 很痛快,算是竖评短剧里比较精致的一步。 2024下半年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舞,刘晴,赵家妖妃在上。 妖妃在上同样是竖评短剧,前面有短剧版的延洗攻略,而这不是短剧版的真环传。 讲述女主庄里本是后宫才人,因生子遭妒忌,孩子被害。 庄里装风静冷宫,向喜太妃学艺,以求自保复仇,最终成功,复宠并制斗后宫众人。 最终,庄里静生卫太后,辅佐幼子登基,稳固黄泉。 妖妃在上许多情节都有甄嬛传的影子,几乎把宫斗剧的经典套路演了个遍。 质感比不上长剧,但这部剧节奏把控得很好,很有爽感,而且女主和反派斗得很刺激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锥入迷的短剧6,樊志兴,杨宇熙她似火。 小姐,我不希望向家在你嘴里知道我的存在,我以后又不想看到。 她似火是民国豪门虐恋短剧,讲述唐城医药世家继承人向庭东与未婚妻成彻争扯时被打伤,陷入昏迷。 为了拯救向家,成彻找回向庭东遗落在外的神秘胞弟叶然,让其假扮向庭东展开的故事。 她似火有大家爱看的替身梗,不少剧迷都称赞樊志兴,在这部剧里帅出新高度。 樊志兴,先前演过对我而言危险的她等多部短剧,被大家称作短剧男菩萨,身材很好。 而樊志兴剧中有很多西装纱,西装控壁盘,拍摄质感以短剧来说算不错,画面很唯美,有韩剧氛围。 2024下半年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7,赵佳,曹天凯,引她入世。 欢迎她姐,我为你精心准备的陷阱。 引她入世比八点当狗血剧寻狗血。 故事讲述郑妻是个家庭主妇,有妇有女。 这天,她发现丈夫吴池出轨了珠宝店店员被翩翩,还暗中转移走了所有财产。 为了夺回财产,郑妻已招聘保姆为由,挑选了一个30多岁的女人马红利。 她要把马红利改造成自己的富婆闺蜜,化名马丽,住进家里,趁机接近吴池, 以下套拿回财产。 本来大家都以为又是老套的狗血爱情故事。 莫想到引她入世是个大女主爽剧,拍得比很多长剧都吸引人。 节奏紧凑,而且反转又反转,太让人入迷了。 女主角郑妻步步未营,联手保姆给渣男一个痛快。 剧情完全不憋屈,渣男的结局很解气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锥入迷的短剧8,何轩凌,李飞永夜长明。 夫有再取之意,父无二嫁之文。 什么狗屁啊? 永夜长明主打封批《强制爱》,讲述贵女谢婉英与太子成婚当日, 却意外目睹一场残忍的狩猎。 传闻中,清雅绝尘的国师东方罪,韩孝射杀了当朝国障, 谢婉英也因此成为了国师的猎物。 果真,在东方罪的阴谋下,谢婉英与太子的婚礼发生惊变。 然而,东方罪并非想要灭口,而是以谢家满门相要邪, 逼迫谢婉英成为国师夫人。 永夜长明是封批国师抢取豪夺代价太子妃的故事, 剧情设定非常带感。 而且,东方罪表面上是个封批,实际上却是个恋爱脑。 男主女主斗智斗勇,台词羞耻,但让人上瘾。 这部剧女主角何轩林氏,心落宁成堂女二青葵。 男主角李飞,之前演过短剧《青青三思》, 她特别会演这种封批腹黑男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9, 钟莉莉,管莉,三生无伤。 世上有一类人,乃孤心宁革,生来无情思。 三生无伤,讲述圣灵族亲与商佑。 大婚前夕,意外救下民族的冥王思渊, 却不想新婚当日,全族被灭。 为了复活族人,商佑伪装成路妖梦离, 来到民族夺取冥王的琥珀心。 在相处中,商佑竟爱上了自己的仇人, 但为了复活族人,商佑还是选择挖出私渊的心。 最终却发现仇人另有其人。 三生无伤设定跟东宫类似, 又是一个被灭族的女主。 但就是这种剧情,才有戏剧张力。 这部剧男女主角颜值都蛮高的, 女主角钟莉莉古装扮相很美。 男主角管理之前,演过短剧江架, 唐朝一文录等。 2024下半年,快节奏一追入迷的短剧时, 孙逸宁,王洪兴,锦衣风华。 我不是电视剧里的那个女主角吗? 反正我是医生,这点小事,难不懂。 锦衣风华是一部穿越古装短剧, 主打爽剧风格,剧情紧凑, 现代女衣VS, 冷面王爷的设定, 还有大家最爱的追妻火葬场。 女主角有仇就报,绝对不忍。 有网友称赞锦衣风华的爽感, 勿输墨语云间呢。 锦衣风华讲述的是聪慧果敢的 现代医学女博士林若瑾, 穿越成古代懦弱仇女, 因遭人设计, 被迫嫁给恨他入骨的 冷面王爷肖叶涵。 林若瑾凭借现代医术 和又A又S的性格, 一路强势反击对手, 脚踩黑帘, 手撕绿茶, 打脸各路反派。 在这个过程中, 肖叶涵也对他 逐渐由最初的误会仇视, 转而情根深重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谢观看